在泰國逛街啊 不用怕你看不懂 只要知道how much 你就問 how much 他就會告訴你英文 然後很多店家中文都會通 對啊不見了喔 放哪裡不見 我來買飲料的時候不吃 我來買飲料的時候不吃 我在刪除 被人拿走了喔 我們還50塊 還好啊 這是我們房間看下去的場景 這裡是我們的導遊 他都看到我啊 好害羞喔 早安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泰國自由行的第二天 那昨天呢我們去了鎮王廟 去了 週末市集 然後去了喬德夜市 那今天呢我們早餐先來吃 泰國當地的麥丹老 然後再開啟我們今天第二天的自由行活動喔 這邊有中文的選項 泰國這裡有賣粥耶 好特別喔 我想要吃雞式蛋白好了 分享一下我剛剛點了麥當勞的早餐 然後我發現他的薯條 好像比台灣的貴一點點 然後台灣應該是賣65左右 這邊賣87塊 然後我本來想喝玉米濃湯 但是我找不到玉米濃湯 只是很特別的是 泰國的麥當勞進來早上有在賣粥 很特別 台灣人是沒有的 我們點了六塊雞 吃寶是套餐還有酥餅跟一杯飲料 我點的是冰的阿哈鐵 他這個盤子是要寄去旁邊 寄那個醬料 你吃多少 我是番茄醬愛好者 吃一下雞塊 這個泰國雞塊跟台灣雞塊比起來 我覺得他吃起來 比較香一點點 而且 看雞塊比較小一點 這是 泰國的阿華鐵飲料 好好喝喔 超冰的 而且超甜 超愛 點了一個 吉士蛋堡 我是覺得吉士蛋堡有點苦苦耶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一站是 造地美工鐵之路 就是很有名的火車道的時候 這邊的攤販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收進去 然後讓火車通過 大家都會來這邊卡位看這個 奇觀 我們會先在這邊附近逛街 然後逛完之後 我們會來卡位然後等火車來 他有看到這個桿子嗎 每個遮雨棚的桿子 等到火車一來的時候 他們都會把 收起來 然後這邊就可以 遊火車經過 他們也會擺這個椅子 可以讓那個 觀光客坐 但是要記得要付費 我發現 泰國冠街阿 不用怕你看不懂 只要知道 How much 你就問 How much 他就會告訴你英文 然後很多店家中文都會通 所以我覺得 其實如果自由行的話 不會太穩的話也沒關係 一點點英文 然後 加上中文 畢竟換下其實都會通的 欸你背比較好看 好白喔 好白喔 你看他背的 而且這好可愛喔 這是立體的編織包包 你看我 你看 你看這兩個顏色 大家看看這個蠻適合我嗎 因為剛好都是紅色的衣服 很漂亮欸 而且這還100塊而已 只是 這個針有點藏 藏到我不知道怎麼用 有點渴望 當地的那個欸 要賣一些菜 我們經常會看到的菜 這後面應該是很好吃 對啊 前面這裡就是 火車的總站 然後他會開來這裡 所以大家都會在這邊卡位 然後就會跟這個牌子拍照 火車來了 火車來了 有夠多人 走過去 大家看 大家看 大家是不是的人 等一下他到底要出哪裡 欸幹嘛 幹嘛偷拍 我拍這個人潮 幹嘛偷拍 欸竟然有位子到那邊要站 你看 我真的快笑死了 你的東西咧 是我們人吃的 你的東西咧 做三四 再買一買 再買一買對不對 那個 對啊不見了 放哪裡不見 放哪裡買飲料的時候不見了 是 放更小 我的山主 被人拿走了 對啊 我們還50塊 還好啊 嗯 阿姨又忘記東西了 她忘記 她忘記了 又忘記東西 她來的時候 她來的時候 因為你來的時候 把護照放在那裡 就忘記哪 忘記哪護照 哪裡有 我們現在來到了傳統單人沙朵水上市場 等一下我們要去搭乘人工船 然後去管市場 這個 上廁所 要自己搖旁邊的水 小心 好舒服喔 這個椅子很舒服 出發 感覺沒有什麼冷 還是我們還沒進入 好舒服喔 謝謝 謝謝 到了椰子冰淇淋 喔喔那個水要不要噴過來 欸很好吃耶 她那個椰子沒有很重的那種椰子奶味 我以為是那種很噁心的椰奶味 但吃起來沒有 她其實說 蠻果糯米 哈囉多少錢 一百塊 一百塊 五個雞肉 五個豬肉 一百塊 一百塊 三個米飯 OK 太脆了喔 好偏心喔 甜甜的 嗯 味道很 味道很好耶 欸我要吃這個 欸等一下 煎牛蛋 超辣子 一百喔 一百 一百 欸可是這個有幾個 2 4 6 8 十 好 你有熟的感覺 我要吃這個有熟的 我要吃這個有熟的 這是台灣的鳥蛋 而且有跟大家講喔 東西不可以放在這個 左右兩邊 因為其實我們跟旁邊的船 超近 然後手也不能放到這個床的旁邊 因為你會被夾住 超危險的 我剛剛還想說 是不是 是不是沒有人 因為我們剛剛搭船的地方 都沒有人 然後就覺得好糗 結果一轉進來的這一條巷子裡面 全部做事了 漢古大賽車 這些人都是要去百貨公司逛街 這裡有好幾間韓國公司 然後像有這個天橋 它這個有通往捷運站 這樣比較不會淋到雨 底下外面就是泰國第一個最早的四面佛 那我們今天因為行程比較煩 我們就沒有拍照了 現在是下大雨 但是還是很多人有來拜拜 然後導遊說 如果你拜了 有許願的話 要記得來還願 那如果這個單純拜拜的話 沒有還願也沒關係 這個大象是還願的 或者是請人家跳舞也是還願的 對還願的方式 我應該知道 現在來到了Figgy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買東西 然後我們決定分散行動 一個小時後就行了 因為現在時間只差兩個小時 才要在家吃飯 然後我就自己先來逛逛 我現在買了那個 泰奶 現在我們晚餐來吃粉德雞 然後花了326塊 點了一個葡萄的蛋茶29塊 我覺得台灣的蛋茶比較好吃 所以吃起來有點偏軟一點 但是粉德雞的那個炸雞 其實是蠻好吃 然後這邊飲料60塊 可是可以去旁邊 一直無限序 我們按摩的是這一點點 但我不會唸 它裡面是沒有辦法拍攝 然後我們會按全身800兆 然後現在才自己搜尋 我去求別人了 我去求別人了 我看來跟別人走 我去求別人了 我去3樓 然後外面還刮一個盤子 所以說不要整理 然後我在那邊摳摳摳 後來發現 裡面的人好像長得不太一樣 然後發現 然後因為我一出電梯 就遇到他跟剛剛那幾個男人 然後我去3樓 我說對這裡是3樓啊 然後他們住4樓 看他們住4樓 就會聽不住 然後在那裏 再用到那裏 收拾了 今次回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